今天他常跑的一個搭檔 至少以前在高中的時候是踢前鋒 進球能力非常的好 現在又有機會 那他是說其實曾志偉 他在射門的一個把握性上面 是他特別要賦予他先發重任 英雅吉來做這個大獎傳導 對 那在剛剛講到前鋒線後面 這球非常漂亮 這是英雅吉第一個對北韓進球的那一個play當中 也是他的右路傳中送出的助攻 這球傳得非常到位 陳昌元 英雅吉的第一次是壓著對手的半場來搶攻 確實是比較適合來擔任這場比賽的法官的工作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今天這場比賽既然他是屬於國際友誼賽的性質 當然把這麼寶貴的國際賽 留給年輕的小將來磨練 更有利於未來的中華隊的布局 那當然 其實這一場 列賽下來一方面 好處是說中華隊的隊型 是慢慢的已經打出來 相信球迷在現場都可以看得出來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有一些關鍵的位置 讓中華隊能夠找到一個最好的進攻的 攻守的一個方程式 現在兩隊焦灼在中場 不過球可以把這個票房的總收入的30% 可以這個提供給中華隊 包括教練跟選手 我們作為這次的 竟然是一個出場的獎金 這比以往來說是不太一樣 因為以往出場被 欸這機會來了 所以今天這個比賽應該是相當有機會有勝算的 但中華隊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每場比賽 往往都有一些不同的狀況 感覺上也是有各種種華隊 球是圓的 現在又有機會的附線 防守反擊的打法 那其實這幾年來我們也都提認到說 其實要在進攻上面呢 對 足球賽本來就是風雨無阻的 只是說在 除非打雷就對了 對 天后的這樣的 守門員22歲 現在是效力於澳門的球隊蒙蒂卡羅 也是他們相當倚重的 所以推出了在台電的老將的蔣明翰 蔣明翰 還有陳奕偉 對 陳奕偉 不過英雅吉我們前面看是 現在表比賽如果可以拿下勝利是最好的勝利禮物 對 被換得下來喔 那其實陳奕偉他在 原本他自己的位置喔 他其實最擅長的又已經是有了 可以說是無可取態的陳昌源了 所以奕偉在 現在陳昌源又接到球 有一個問題 但今天是因為特殊的狀況 變成說其實藍色跟綠色 有點接近啊 對 觀眾在那邊看 英雅吉喔 除了在防守上面的穩定性之外 他的傳球也是喔 相當精準 對 這個比賽的經驗 因為他們的第一輪資格賽就被淘汰了 對對 邱宜宏 澳門在這場比賽防守失誤造成的丟球 不過中華隊也是相當果斷 特別是在這場比賽 你有六個換的名額可以運用 這也是他們自治澳門隊的主力球星 現在效力於澳門球隊賓菲佳 22歲 最好的一個騎腳的時間點喔 現場的球迷嗨翻啦 那時候在香港的一個 2012年在香港的東亞杯的資格賽喔 是 他曾經是對中華隊踢開了北韓的大門 比賽有機會上演帽子氣發 可是他 把握的不夠只進了一球 把握啦 對一個 我們剛剛看這一球其實他是相當有把握 對 球全回到中華隊腳下 好 上半場比賽 陳昌源跟這個 賓雅吉 賓雅吉 好 上半場捕食一分鐘 捕食一分鐘 捕食一分鐘 對給浩瑋 替中華隊取得了超前的進球 所以可以說這樣子的一個嘗試 在上半場也證中華隊大部分是擔任一個防守中場的角色 不過現在在防守中場的位置 中華隊相對的人選是比較多一些喔 是 那 這一批被稱為中華隊 攻守全面的能上能下的一個奔跑能力 賓雅吉的 弄像吊球喔 你看賓雅吉剛剛的位置其實離自己的大門還更遠一些 也就是說他的危險性還沒有那麼高 但是他剛剛 他不選擇去冒險在那邊拿球 是先把他踢出去 因為中華隊回防可以很衝容的對好位置喔 所以相較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上半場那一個失誤 是在一個更靠門將的位置 但是他的一個強點的特點 他的卡位動作 是中華隊當中可能比較欠缺的 也是為什麼 把他證召進來的原因 足球是相當的一個低迷 可能大家也 代表這個國手的話 輸球喔 球迷也沒有很多人支持你 可能會覺得 越輸就越沒有東西 並沒有很想披上國家隊的戰袍 但是我們很辛難的看到 現在 那麼也來賺世界的一個排名的第一分組 那事實上這個 國際比賽日來辦國際 能力之外當然還有體力啦 這個兩隊的體力 就要看大家怎麼去調配 陳昌緣到底有多好我相信 陳昌緣呢 他在比賽當中 中華隊那場的球 最後是以3比2在主場獲勝 那場嗨啊七分 陳昌緣重新組織 陳昌緣重新組織 告訴中華隊教練團 請讓我上場 我想要比賽 那當然那場比賽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 能夠披上中華隊的戰寶代表台灣 他是 平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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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剛剛的話 其實他已經是一個空門的情形 這球照理說難度應該不高喔 而且這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中華隊在踢的是團體的球 不是個人球 非常high 對 相信大家其實 10年啊 第一屆的龍頭 反而是澳門級的 沒有看到太多變化的打法 其中能夠再有一個是 至少一個是陳昌緣 沒錯 看能不能在他 直接掉裡面有機會 對 過了一個非常危險的位置 可惜中華隊剛剛也跟進了球員 給他熱烈的掌聲 下來之後中華隊 是效力於中甲湖南香濤隊 26歲 180公分 身高算不錯啊 對 他的身材是相當的壯碩喔 那麼這場球隊當中 頭號的王牌球員 是 反而沒有下場 對 應該是有10年 應該是2004年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應該是那個時候已經成立到現在 所以中間這段時間 不管是遇到什麼樣的低谷 其實他們都是 即使觀眾在少 他們也都在現場 球迷在 有沒有夠多的球迷 一直來跟相關的單位反映說 我可以按照 他現在已經是一輪 好的 我可以按照 我可以按照 那是 我第二次的 不是 我可以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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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按照 我可以按照 我可以按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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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